在南半球不是酷熱的夏季 而是略帶涼液的初春 阿根廷慈濟志工 選在首都的台灣會館 舉辦吉祥樂祈福會 今年的主題是環保愛地球 也希望人人都能夠力行環保 減少一次性的物理使用 關於人生的祈福 吉祥樂雖是華人的習俗 但志工藉機推廣校道 透過簡短的貴洋圖演繹 及孝親活動 鼓勵大家行校要及時 我們要孝順父母 而且除此之外 還要記得這個地球 是需要大家愛護的 另外在紐西蘭和明頓里落處 志工同樣也辦了一場 小型的吉祥樂祈福會 舍棄焚香 共品的祭祀方式 志工帶領眾人以新香 感念仙人恩德 配合今年吉祥樂的主題 志工邀請民眾一起愛護地球 從一塊省水 三餐如素 到出門帶五寶 用實際行動 例行 邪門減探 大家新聞 這是美志工綜合報導